但是他說這無意足 你經驗不足 他的經驗夠啊 他的經驗太夠了 你知道嗎 真的喔 我們現在就給各位看 他有什麼經驗 其實簡世偉 他在當這個什麼 六軍團戰戰主任之前 2011年的11月的時候 他時任棚防部的戰戰主任 他後來還做過 國防部的政治作戰總隊的主任 他那個時候 2011年11月的時候 就發生了少衛排長李哲宇 親身事件 這件案子非常奇特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這個案子發生的時候 沒有任何人聽到 當時案發的時候 當天晚上 所有部隊出動找李哲宇 因為李哲宇 帶著手槍跟子彈 無故失蹤 無故失蹤 失蹤了 吸血失蹤 逃亡 也不是 也不是逃亡 只能用失蹤來形容 人還沒找到 失蹤不到一天 不到24小時 找到了嗎 第二天就在 營區的防風林 澎湖的防風林裡面 找到了他的遺體了 這樣子 頭部中了一槍 那 是自己幹的嗎 不知道 好 馬上 馬上 那個報告 馬上就出來了 李哲宇啊 是因為他的業務表現欠佳 他是彈藥庫的少衛排長 然後曾遭連長斥責 所以連長交代的業務都沒有完成 擔憂遭到責罵處分 所以吸槍失蹤 不幸發生至極 致敬親身的案件 這樣就馬上結案了 你知道嗎 這麼快就結案了 這麼快就結案了 我跟你講 然後大家就在想 好好讓我問你啊 立港你學氣象的 你如果有晚上開槍致敬的話 那為什麼沒有人聽見呢 也是會怎麼說你知道嗎 怎麼說 東北氣風太大了 嘴大都沒聽到 彭武德風在東梯的時候 東北氣風真的很強 吹到連槍聲都聽不到 可是營區通常都在上風處 立港學氣象的 上 如果你在上風處的話 那你啪個一聲 馬上全部人都聽到了 除非你在下風處 對啊 可能也聽得不明顯 可是問題是 他開槍竟然沒有人聽到 但是當天晚上 大家都在找這個排長 因為排長失蹤了 怎麼可能會沒有人聽到 好啦解釋我就不 他就不肯解釋了 你知道嗎 他還是說 這個 我不方便回答 但是現在來看 李哲宇 他的當時的情況是什麼 我跟你講 他身家非常清白 他我跟你講 有一個哥哥 有一個姐姐 然後沒有在乎問題 然後他馬上要 跟他的女朋友結婚了 所以蔡皇郎委員 為他們主持正義說 其實他的彈道 跟他的傷口不符合 還有他在那邊的城市的環境 你知道嗎 不合邏輯 還有他沒有動機 這件事情 檢視委就這樣 三兩拨千斤 就把他給抹掉了 你說他經驗不夠豐富嗎 真的是夠豐富 也怪不得能夠做到 六軍團的政戰主任 但是說到這六軍團下屬的 兩六九旅的參謀主任 黃文綺 今天你又被張有華點名了 但黃文綺背後有沒有什麼樣的黑幕存在 非常遺憾 我幾乎知道黃文綺所有的秘密 原因是他曾經是我的親戚 那黃文綺呢 他曾經是陸軍最重要要栽培的人 今天可能就很難說了 他為什麼是重要栽培的人呢 他是重點這種提拔對象 剛才說他是全女英文最好的 這句話有待商學 為什麼 他是全陸軍 甚至是全國軍英文最好的人 他認識所有的將官級的人物 他到美國去談判的時候呢 幾乎要靠他一個人翻譯 為什麼 但是所有軍事類的所有用語 他記得將近20多萬個英文單字 軍事單字 所以國家重點培育這樣一個人才 他太太跟他孩子呢 還一起跟他到美國去留學 好 那他有個什麼特質呢 就是像李添鐸說的 面對社會能力是較為缺乏的 但是在軍隊內部的運用邏輯呢 他是非常精通了 他太太有一句話說 他最會做打點上司的所有公文文書 這點他很厲害 你是說對於上司來說 他絕對是這個打點的非常好嗎 非常好的一個下屬 所以可以把上司要求的事情 做得非常的完美 所以那些公文的經營 他都可以非常完美 所以這一次 事件發生在他身上 我意外但是不驚訝 為什麼 因為他擅長處理這些事情 而且他精通於處理電腦等等 那他的很多的秘密 我其實這邊之後 我現在暫且不說 我要說的是說 如果他不願意把所有的證據公開 讓紅暗可以成淵得雪的話 那我就進一步在你的節目 把他其他秘密說出來 因為他當時為了調269旅 他就是要升將軍 他告訴他太太說 我就是去那裡我要升將軍的 所以你必須配合我 如果你不配合我 我就跟你離婚 好 最後他連小孩子他也不顧了 於是他就真的離婚了 這件事情大概在兩年前左右發生的 他還有非常多事情 我在這裡暫時不說 因為國家既然有這樣的人才 是實屬難得嘛 好 那本來 本來 這個洪東秋跟他是無冤無仇 他甚至不認識洪東秋 完全是這樣 但是因為洪東秋正好送到 他那邊的秘密室去 他們很意外地調了一個 從男子部才過來滿三個月 而且立刻要調回去的 陳一勳叫他特別的家超 而且陳一勳不正常的出勤 在三天內不正常出勤兩次 我親自到宜蘭了 去面對陳一勳 他的同學 以及他在男子部的同僚 甚至是這兩個人的老闆 所有的相關秘密也知道了 陳一勳並不是那樣的一個 十二不色的人 他大家所瞭解的 陳一勳是一個講義器 而且非常夠朋友的人 但是他跟洪東秋無冤無仇 為什麼要超他呢 因為正好黃文綺跟陳一勳 這兩個有個共同特質 為長官之命是從 你叫我做十 我就不會做九點五 所以陳一勳就是天命於長官 所以努力地去做這件事情了 沒有錯 而且他又缺乏安全概念 不知道超到哪裡 不能再往下超 他叫他做十個動作 他就做十個動作 他忘記人命是要優先 他只知道長官的命令 是第一優先 好黃文綺也是這樣 在對這整個證據的處理 也是如此 他現在只有兩條路走 一個是把所有的證據 還給洪家 還給社會 還給陶檢 另外一條路就是 自毀前程 他所有的這些其他相關消息 完全可以上各種書枝周刊 各種相關的周刊 都可以上去的 這個人原本到這 他是準備要 當我們國家未來的重要將領的 對面的談判 他會是重要的 選擇一條通往上帝的路 還是通往地獄的路 黃文綺自行決定 黃文綺啊 你想想看啊 現在你的美好的大好前途 或是否會因為 269旅錦碧室裡面的 這個監視器畫面消失 而毀了你的所有的一切呢 所有的豐友們 所有的觀眾朋友們 我們新聞龍九豐 繼續來告訴你更多的訊息 今天我們要的是什麼 要的還是一件事情 就是真相了 但真相有結果嗎 想想看80分鐘的影像 完全消失不見了 但是呢 經過了仔細的調查之後 這一台機器裡面有16支影像喔 不是每個都只光錄影像 有一台有錄到聲音喔 其中的聲音 去瞧一下 欸 去瞧一下 代表什麼意思 去瞧一下就代表有鬼嘛 還問問 對不對 這個所有啊 這個沒當過兵的 這個觀眾朋友 一定都能夠秀出這句話 有濃濃的整理味道吧 對耶 好 昨天我跟觀眾朋友 報告一個最新的硬度嘛 我說這個主機 這個監視器的主機 根本就沒有還給軍方 在調查局那邊 那陶簡也介入爭敗 就把這個主機給調過來了 扣押過來 然後我師父也講說 要套上監視器 是不是果然後來沒多久 他們就去拆監視器啦 對啊 那要什麼 要配上去嘛 看看線是不是真的 訊號會鬆脫啊 還有 如果真的有拔線的話 就要把那些線啊 監視器啊 通通採取微物激震啊 然後來比對說是不是 比方說 欸 戴立剛 搞不好就是 你上面有留指紋 那你就解釋啊 我的皮靴在上面 對啊 那為什麼就有問題了 對 好 觀眾朋友了解 現在這個桃園地檢署的 一個動作了 那桃園地檢署呢 也在昨天秘密傳訊了四個證人 那也緊張囉 那四個人 你要想想看 桃園地檢署 民間的檢察官辦案 是會放消息的喔 真消息假消息 觀眾朋友 這就很難說了 我現在告訴你說 我聽到裡面有聲音檔 你們都以為沒辦法錄聲音 其實有幾支監視器 有麥克風的喔 錄到聲音喔 去瞧一下 去瞧一下 然後呢 就叫了四個證人來 那我問你 後面的黑手 會緊張嗎 會緊張嗎 會啊 會嘛 緊張就會露線 這是常常我們接觸檢察官的 辦案技巧 好 那這句話呢 我就不多講了 因為四個字而已 但是至少我們可以知道說 這背後 絕對有人為的因素 因為這四個字就代表了一個訊息 這個訊息就表示說 後面有人謀不章的事情 但我想講另外一件事情 立剛 你想想 當初我們一直在講 洪仲秋 不管是7月1號的那80分鐘 或者是7月3號的那30幾分鐘 從這一句話 通通都是圍繞在這邊嘛 是不是 那麼都圍繞在這邊 而監視器呢 剛好出問題的 我昨天講了安關左右這兩邊這兩個 對不對 對的操場的這兩個 是不是 好 等等 因為當初不管是7月1號 他可能被不當管教 或者是這個 有沒有 在7月3號倒在餐桌這邊發抖 所以因為這幾台監視器 都會拍到這個畫面 還有這邊的畫面 就是講來講去 我們不管1號3號 重要的就是這幾個啦 就是四台 那平面就是這幾個 現在檔案要嘛不見 要嘛就是雪花模糊 訊號黑等等 那檢察官很聰明 檢察官現在就是什麼 主機追人 我現在先不要去管監視器了 因為你終究最後檔案 或者訊號 來 觀眾朋友聽清楚喔 訊號要拔 從主機拔嘛 嗯 檔案要刪 從主機刪嘛 對 跑得了河上 跑不了廟嘛 你剛才聽得懂了吧 那我只要能夠找到 主機放哪 誰進去過放主機的地方拿主機 誰去喬過這主機 那你不就是高度嫌疑人嗎 這樣聽得懂了吧 對啊 觀眾朋友今天想問 在哪 在這兒 戰情室 好 觀眾朋友 根據269旅他們的這個 內部的執行方法是這樣子 在戰情室裡頭呢 分早晚班兩個輪班 那每一班呢 一定會有四個兵配一個關 哪四個兵 話台兩個兵 戰情兩個兵 還有一個 就是我們講的戰情關 執行關 而7月1號 或者7月3號那一天 我還 我我 我們現在知道 其中有一位在做這個戰情關 就是269旅的 副旅長 蛤 黃天任 黃天任當時是 我知道你很訝異 欸是啊 這麼巧對不對 怎麼這麼巧啊 好 昨天不是才有提到 想不想聽更巧的 想啊 然後啊 我剛剛不是講嗎 主機就放在戰情室裡頭 是啊 那如果有人要去動手腳 那你是不是一定要經過戰情室 戰情室門口就有一個監視器 所以如果今天你就是莫愛黑手 你就是莫愛黑手 你們兩個走進來 一定會被拍到 對 好 再來 你進去之後你把它搬走 搬去哪 觀眾朋友要搬去哪 嗯 一定是搬到資訊室 或者是做戰科的辦公室 才有辦法搞鬼 喔 才有辦法刪 不能在戰情室裡面動手 太多人那邊 耳目太多了 眼睛太多了 警察官消息已經放到這樣了 莫愛黑手你緊張沒 因為你如果有當初有派人去 去那個什麼戰情室搬主機 喬主機 你就被拍到了嗎 我再跟官方講一件事 那你如果搬到了資訊室 跟作戰科的辦公室 去銷檔案 你曉得這兩個歸誰管嗎 欸 好巧喔 友華哥 歸誰管 就歸 2690的參謀主任 黃文綺 昨天友華哥才點名的 我為什麼要特別點名友華哥 他昨天講的 今天爆料就出來了 然後呢 參謀主任黃文綺 電腦很好 他的部署 許公倫 電腦很好 因為他是作戰科的科長嘛 是不是 還有一個被爆出來的蔡維浩 是祝訊官 電腦都很好 祝訊官也是在作戰科裡的啊 這三個掌管了2690 所有的通資類器材 都是歸他們管 都起來沒 當天值班的作戰 對不起 戰情官是黃天任 然後呢 管電腦的是參謀主任 黃文綺 跟他的部署 許公倫 還有蔡維浩 誰當初有進戰情室搬走他 這樣子一都 你們快要逃不掉了 哇 原來啊 這台主機被搬到了作戰科裡面啊 許公倫 搬到你的辦公室耶 你可是作戰科科長耶 你真的逃得掉嗎 但是呢 這洪仲秋在當時當天晚上 7月3號晚上送醫之時啊 這個時候 其實這個時候的269旅 跟542旅 都展開了一連串的滅政計劃 為什麼呢 不管這個洪仲秋是生或是死 但是滅政計劃開始進行 我先向全國各位觀眾敬個禮 謝謝 謝謝提供給我這麼多的東西 也證實了我的說法 我說是誰弄走的主機 我在禮拜二我就講 今天禮拜四 我真的是謝謝 你證實了我的說法